高雄美術館的豪宅區傳出命案 有一名男子遭人攻擊頭部死亡 死後被藏屍在房間的衣櫃裡 死者家屬發現後報案 警方初步懷疑是跟死者同住的 陈姓男子涉案 已經將他帶往警局來偵訊 而這個動機疑似跟詐欺的債務糾紛有關 行凶的陈姓男子母親走進居住的大樓 不乏抑鬱 原來他是因為覺得兒子最近神情恍惚 還說要把家裡的衣櫃丟掉 打開衣櫃一看竟然發現一具屍體 於是向警方報案 高雄美術館的豪宅區傳出命案 警方封鎖現場 並由見識人員前往踩正 尋找蛛絲馬跡 警方也將陈姓男子帶回警局偵訊 陈姓男子坦承行凶 動機疑似是因為詐騙集團水防成員 私吞款項被發現 雙方縣市發生口角 他持器械攻擊對方頭部 男子屍體被塞進袋子 然後放進衣櫃 死亡時間已經超過兩天 那現場我們有帶回一個同住的男子 那據了解聽說他們兩個是朋友 已經同住了兩三個禮拜了 據我們了解的可能跟詐欺的債務糾紛有關 由於嫌犯公辭反覆 警方懷疑有共犯在逃 已經申請拘票 至於死者身份 目前警方還在調查 他除了頭部有傷 背部也有遭到毆打的傷痕 致命傷為何要等到驗屍才能確認 至於私吞款項金額多少 動機為何警方目前也還在釐清當中 記者邱志斌高雄報導